你 你是城东棉花掌柜的小儿子 不是 你是城北卖粮食的小儿子 不是 是 民女见过大人 山王姑娘不必多礼 坐 大人 这是 我搜集的城里是问男女的名单 大人你要不要看你 这种小事一会再说 这还是小事 难道 那日在宫堂上他假意拉了 现在要和我算旧账 我记得你爱吃糖 就特意从京城带了很多 都是给你的 尝尝 糟了 连我爱吃糖都查得出来 这人太不简单了 尝尝 谢谢大人 好吃吗 好吃 京城的糖当然好吃 京城的糖再好吃 也没有月亮成的好吃 这去又是什么意思啊 他怎么固弄喧虚的 你知道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吗 第一个 是小时候 你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 你坐在我面前的时候 你 你没事吧 你没事 大人 您什么意思呀 你难道 认不错了 说明女眼镯 上官姑娘 你还记得 这张糖纸吗 这个 有点眼熟 这个 是十年前你给我的 大人 您也在岳阳城住过呀 对啊 住过 所以现在 您应该想起我是谁了吧 你是城东棉花掌握的小儿子 不是 你是城北卖粮食的小儿子 不是 那你是儿子 这块糖是你给我的 你不记得了吗 你是我爹的儿子呀 你记不记得 当时外祖父打我的手心 还是你来安慰我的 你外祖父是谁呀 当时住在城东区 新柳县那边 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来了 嗯 他一个女儿嫁给了皇帝 一个女儿嫁给了丞相 那你是谁呀 罢了罢了